牛奶香蕉慢慢的倒入到容器中 然后使用电动搅拌器充分搅拌 家里没有电动搅拌器的可以使用手动打蛋器代替 把冰淇淋机的盖子扭到合适的卡位 就可以把盖子拿出来安装上搅拌液 然后盖上盖子 打开开关 可以看到搅拌液开始工作 把之前搅拌好的材料从倒料口倒入到锅体中 透过透明的盖盖可以看到材料慢慢的变潮 等待大约20分钟左右 美味的香蕉冰淇淋吸收入了 只要冰淇淋少把冰淇淋挖出来放在容器中